我们的油压是双缸的生滑滴50公分 从1米6公分1米65公分的这个滑滑滴 这边 然后温度和时间的 在这个这里 像上这个上面这三排是增加那个是减少温度 减少温度或者增加温度 下面这个是增加温度 一般调200度就可以了 然后下面是时间调控的 下面这一排是增加或减少温度 可以这样按这样调的 一般我们25秒就可以了 然后这个是手动转弯开关 板上左边的时候呢 我们是手动状态 那我们这个时候要按这个手指动开关来 来那个开始烫滑 板上中间的时候是空的 板上右边的时候是自动状态烫滑 这个时候只要工作板到位之后 我就会自动烫滑 然后这个是急停开关 这个开关当之前状态的时候 我们就把它那个 我们可以把它按下 然后烫滑机就会停止烫滑 当我们需要它继续烫滑的时候 我们可以正式正旋转一下 这就有反弹过来 好 这个是铝板 这个是羊毛毯 这个是生华布 也是不是来防止烫坏的吗 这是一个鼠标垫 好 鼠标垫 这是生华子 我们把这个生华子呢 变下这个图案 图案变下这个这个 这个电来 好 应该不行 好 我们把它拼进去 喜欢看 这个是如果不是 非常快 这个布太长了,那这个布的话刚刚挡住了 到位之后呢,这个烫化机就开始烫化了 然后我们的温度脚呢,就是倒进去,不用倒进去 它从25秒钟自动倒进去到0秒钟 放大概0秒之后呢,然后那个发热板呢就是 发热板就是抬起来,然后我们看它就完成了 好,这泡化机完成了 那这个时候我们就要把那个蒸好水呢,把它弄出来 好,我们看一下烫化效果 好,我们看一下烫化效果 好,这时候我们的颜色已经完全过了到那个 这个垫子上面,这个烫化效果就很好 让它喷一下 看这里,这烫化效果还是很好的,看到没有 好的,谢谢啊,谢谢 谢谢